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坏了 咱上医院看看去吧 我怀孕了 五个月了 曼婷 你放心 以后什么事你都不用管了 都交给我 我来负责 我想一个人负责 又想吐了 嗯 吃小嘴 谢谢 我上一次听到孩子的心跳 还是四年前 你是被朋友来的 是吗 我之前有过一个孩子 没抱住 这是我们的孩子 我还以为我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为什么呀 你还这么年轻 我一想到之前那个孩子 我真的觉得亏欠他太多了 而且当时大夫还说 我的体质不容易保住孩子 所以我这次真的很担心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你看你这一次的反应这么大 他不就是在告诉你 妈妈 我很坚强 你放心吧 还不愿意 不愿意 他更能以为他 他不愿意 已经二十一周了 胎儿发育了一切正常 这是宝宝的头 这里是宝宝的手 这是宝宝的小脚丫 来 我们现在听一下宝宝的心跳 是很健康吧 是健康的 发育得很好 好了 好了 谢谢 小心 小心 谢谢你今天来陪我 第一次跟这个小家伙见面 我也很开心的 那你还是不打算告诉许昊 我还没想好 你要不要问问他 我把花椒给你们送过来了 你怎么又亲自来送调料啊 这 对 那个 我不是想着重新开业第一天吗 我过来凑凑热闹 怎么样 声音还行 行什么呀 都没人 行 别着急 第一天啊 那个 忙完了吗 我送你回家 你不是来送调料的吗 阿布 来搬花椒 杨队 辛苦啊 我们还要开会呢 散会了 已经散会了 我们都准备下班了 走吧走吧 赶紧回去吧 好 回家 走了走了 那我走了 走吧 行 那我们先走了啊 谢谢 猫的耳朵有三十二块肌肉 听力范围是人类的三倍 我怎么不知道 你也听了我知识电台 男人能听清足球赛的解说 却听不见女人的 这有的时候想你的就 就听见 只有一个 他对你的话不感兴趣 女人应该多学学猫 保持冷漠 适当撒娇 你帮我前面靠边停一下 怎么了 我给我听一下 你对不舒服 怎么了你啊 没事吧 你哪儿难受啊 吃坏了 咱上医院看看去吧 我怀孕了 五个月了 真的啊 那你准备把这孩子 我会生下来的 好 好 太好了 曼婷 你放心 以后什么事你都不用管了 都交给我 我来负责 好吗 好 我想一个人负责 有人啊 没有 那为什么 这是两件事情啊 你是孩子的爸爸 你有权利知道他的存在 我现在也有能力 把他生下来 并且把他养大 所以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啊 这不是负责不负责啊 是这孩子需要一个 完整的家庭啊 那我们可以给他 足够的爱啊 孩子也不希望 父母是因为他捆绑在一起的吧 什么叫捆绑 曼婷这么大的事 咱不能这么任性啊 我一毕业就嫁给你了 我真的特别感谢 这么多年你让我一时无忧 把我保护得这么好 我现在也可以 把你保护得很好 但我现在不需要了 我也想成为可以保护别人的人 我们曾经那么相爱 但在这场婚姻里 我们都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会想成为你 我会想成为你 你都没有活成自己的餐 我会想成为你 我愿意去追想